在9月13日於台北的黑色星期五聚會中 台北科技大學求將其老師 帶領學生們來參觀體驗一下 傳說中所謂的黑色星期五 也希望學生們能多認識一些朋友 有處開拓視野 我參加這個活動應該兩三次而已吧 就是他一剛開始在辦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可能比較忙比較沒有關注 所以我知道這個活動 但是我那個時候沒有參加 那後來大概是兩三年前 然後就才... 我也忘記什麼原因了啦 可能有人邀啦 然後我就來參加 那參加過之後 就覺得這個活動還蠻有趣的 所以像現在有空我就來參加一下 因為像這一次在負責圖裡的人是小花 小花跟我也很熟嘛 所以我就想說來 那這一次的話 我又問我們學生說 因為這個活動啊 他們... 我沒有想說他們來啦 我就問他說 我想不想來這個活動 他們想說想看沒看過這種東西 所以就他們一起來這樣子 就這個活動其實蠻... 蠻有趣的啦 因為他不要因為是讓... 我們這個圈子的有一些聯繫啦 然後大家可以非常來做交換一些情報啊 之類的 那因為... 大家知道... 在大力風整這個領地啊 那其實... 以台灣來說啦 我們人真的就... 嗯... 就不算很... 很大的一個主題 就... 你會發現... 很多公司... 互相能不能吃的 那如果有這個... 不過好像... 你現在看到這一次啊 就比較多是... 比如說學校 或者是... 產業界的... 說不定之後 如果有一些... 謝謝老師 邀請我們來參加 官... 官方領域的... 就政府方面的... 那個人也可以一起來... 同樂的話 那我覺得或許... 我們這個圈子在交流上 會更順暢一點 這樣子 大家非常... 阿Ben台北報導 阿Ben